大家好,我是西瓜 柯南最新剧场版就要上映了 请校五人组的故事不得不说 今天说的是一达行出场的案件 柯南原版681-683集 海外插分版733-735集 赌上性命的恋爱转播 这天,钢木走在路上 对巡逻的尤美带了个正招 不履匆匆的样子 让尤美小作噎语 但钢木解释 她已经提前下班 此刻要去某个地方住个一晚 哎,你解释就解释 怎么突然带美童 看她突然带上美童 尤美改为八卦 说不会是要和佐藤警官去约会吧 住个一晚的那种 结果钢木脸色一挂 严肃道 认识的男人眼珠子果然的 消息当晚就传到了警示厅 意外的是 佐藤警官也不知道钢木要去哪 只知道他神神秘秘 说要跟某个人报告什么 这让佐藤有点无语 因为没几天 就是一达行前辈的近日了 说好的扫墓呢 听到这个名字 一旁的三尺苗子有点好奇 佐藤和尤美解释 一达行就是当初指导高木 带高木入行的大哥 虽然只比佐藤大一岁 却长得经验丰富 形势和长相都仿佛有十几年的警灵 可惜就是这么一个靠谱而强壮 看起来怎么都杀不死的硬汉 却在一场交通事故中突然殉职了 不过想到他的父母都在东京 佐藤认为 高木也不是去找一达行的父母了 那么他到底是找谁去了呢 苗子若有所思 表示高木在交通部的人气还挺高 难道说 没事 佐藤在搜查一课的人气更高 真要竞争起来 交通组最多给你开个罚单 而搜查一课暴力犯罪课 那可真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与此同时 高木这边 主见他聊到了机场 此刻正在后机厅 翻看一只小小的笔记本 本子里是一张甜美的大头贴 而高木看着看着 突然流下了眼泪 还按道 佐藤小姐 我快要失去让你幸福的自信 不得了 可能老大都帮你排除万难了 如果还有什么不自信的 就是你自己的问题了 华咪一转 就到了第二天 侦战队的三小只 受到拍摄儿童防身手册的邀请 早早来到了警示厅门前 光夜抱怨 负责接待的高木警官 怎么迟迟不来 还联系不上 听言一个老人突然凑了上来 这帽子 这墨镜 这肌肉走向 和翘翘的头发 别以为科恩不怎么出场 就可以用人家的形象了 科恩应该不会有老的那天了 因为他的老年形象已经被用了 老人一听 三小只认识高木社警官 立刻喜出望外 并拿出一个礼物盒 让三小只转交给这位警官的女友 并转达一句话 因为那是生鲜食品 要赶快打开来 晚了的话 到了明天后天 可能就不能用了 哇 诡异的BGM 这个礼物有点不妙 这个故事有点演书 这不是新警察故事吗 这时 柯南善善来时 而老人颇有眼力 把嘴就溜 由于会员的形象 不能拍摄宣传 柯南谎称他要在家照顾感冒的博士 不能来了 这时 安石头突然出现 跟众人打了个招呼 原来 他因为在前几期的一场 柯南营救行动中 做的有点过火 把一个日常案件 当成了巨场版丸 所以说了官方的谈话 这伙刚从警局里出来 话说你去警局 这不会一见熟人吗 毕竟在警校时就名声在外 发色和颜值还十分突出 安石头表示 其实他来这还要做一件事 但是现在已经不用做了 柯南顿时好奇 但安石头表示不用在意 说吧便告辞了 斗我客很好玩是吧 四小只等不来高木 决定联系佐藤 画面一转 警视厅里 佐藤正在对千叶大发雷霆 因为千叶说 曾看到高木 对着一张笔记本里的 可爱大头天 掉眼泪 当时他还想八卦一下 却被高木回忆大发雷霆 看来是个人都可以对 七八K级大发雷霆 七八K级警视厅最底层 这让佐藤更加生气了 对着照片掉眼泪 老娘都不曾有这个待遇 接着白鸟更是表示 高木今天就没来上班 幸好这时 侦探队的电话打断了B问 四小只来到警视厅 把礼物盒交给了佐藤 说是高木送的生鲜 佐藤小坐期待 打开后却发现 这是一台平板 再点亮屏幕 一个高木惊现眼前 看起来确实还新鲜 只见平板里的高木 正躺在某个地方 脖子上套着绳圈 嘴巴被胶带封住 众人大吃一惊 这时镜头又变了角度 贴心的给了个远景 众人这才看出 高木正躺在一块狭窄的木板上 而木板不知被架在什么建筑里 显然 只要高木小坐翻身 他就会掉下去勒死 手法直倒 明桃一家杀人事件 这是个看过柯南的犯人啊 高木这边 深陷险进的他 竟争气的醒了过来 猫咪的看到眼前有个摄像头后 他立刻意识到 自己的碎样 可能传到了警视厅 警视厅很快收到消息 佐藤小坐解释 平板中 高木一共有三个视角 正上面 右面和下面 三面随机交地 众人当即决定拆开机子 寻找信号来源 但一旁的柯南认为不行 柯南表示 平板接口和按键 以及功能已全被犯人破坏 电都没得充 只剩一个点亮屏幕 看直播的功能 这样的高手 相比信号也隐藏的很好 相差源头 他是要跨好几个国家 所以拆开平板 大概率只是徒劳 而且一个不小心 还可能永远失去高木 的直播画面 柯南小坐暗符 表示时间还算充足 因为犯人曾说 这个生鲜的实用期限 是明天或者后天 众人严肃的表情 也就是说 后天就是最后期限了 人命关天的事 居然不是按最短的时间算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 看来大家拼死也会拖到后天 众人有点难受 敢看高木怎么会遇到这种事 白鸟表示 之前那些事 持同事之间的正常交流 这时 松满管理官大驾光临 我发现当管理官的人 都必须有一只 有故事的眼睛 松满表示 警察被怨恨再正常不过 即便是高木老弟 接着便立刻做出安排 木警官去调查机场乘客名单 看看高木是否离开了东京 白鸟去调查 高木的电脑邮件 看他最近联系了什么人 先把黑机监视平板 隔一段时间点亮并记录一次画面 争取延长使用时间 佐藤则去盘见过犯人的侦探队 剩下的人调查高木的关系网 一番详尽的布置后 众人立刻各自其指 而高木老弟这边也没有停止努力 只愿他观察了火候 似乎有所发现 而为了提示同事和老大 还扭了扭身子 结果 哥知 木板特别调皮 竟然不是固定的 跟高木硬许翻起了身子 千夜下次打开的时候 画面可能惨不忍睹 佐藤这边 真正队详尽的描述出了犯人的模样 而警方也很给力 竟然请来了动画组的原画师 这时 七八克己突然夺门而入 说糟糕了 画面突然惨不忍睹 佐藤当即冲到平板这边 只见周围已经站满了默哀的群众 原来画面里的高木从躺着 突然变成了扭着 随时有掉下去的可能 成熟的前辈做出了老练的分析 认为这是典型的自暴自信 这时 高木的警官正突然离开了他的怀抱 掉了下来 而高木见状扭回了墨板并调整身姿 似乎松了口气 柯南小作解说 自己的小弟自己了解 他表示 高木应该是想让别人捡到他的警官证 然后报警 其实他冷静着呢 这让众人松了口气 一下子不急了 没多久 管理官的指挥也有了结果 结果是一无所获 不过重压之下 一个同事别出了个情报 那就是 前阵子他曾看到高木哭着从资料室走出来 众人当即盘起资料室 这次很快就有了结果 原来高木前阵子曾案子调查了三起 皆在一年前的同一天发生的自杀案 一天之内三起自杀案 真是难为我墨目警官 不过佐藤说 由于都判为自杀 所以都是由辖区办理的 三人皆为女性 都是上吊自杀 第一个叫眼镜妹 是医学生 现场留下的遗书里 他说自己前阵子开车撞到了人 所以内疚得自杀 这里又在平时的案件里 是毛利屡边不爽的那种 第二个叫纳塔利 是英语课外班的老师 其自杀现场的阅历上 写着很多DAT印 一直持续到自杀那天 警方怀疑她是被平凡约会的男友抛弃了 所以自杀 其传给母亲的英文邮件里 似乎也做的这样的说明 第三个叫大美 是人气陪酒女 死因是她的男友 在外面杀了人被逮捕后 又被警方揭发 是个结婚诈骗犯 因而伤心自杀 逮捕其男友的人 就是易达行 那是一年前 易达行和高木 经过一个通宵的工作 终于逮捕了这个诈骗犯 接着就在天亮后的回家路上 不幸车祸殉职 当时易达行 想捡起自己掉在地上的记事本 给高木老弟展示 结果却被一辆疲劳驾驶的汽车撞倒 殉职先 他把记事本送给了高木 因此高木也一直很努力的 希望能把这本记事本写满 以成为像易达行那样的警官 没想到都700多集了 可能老大教你的东西 竟然还不足以把这笔记本写满 其实这是易达行现买的吧 他根本没写两页 佐藤表示 当时二人的感情那叫一个好 且因为名字都叫瓦达鲁 所以他们还自称瓦达鲁兄弟 不过跟草石系的高木不一样 易达先生可是肉石系的 这让柯南大吃一惊 该不会凶手诱拐高木警官的理由是 没错 他喜欢草石系的 警示厅这边 由于联系不到三位自杀者的家属 调查陷入了瓶颈 其中眼睛妹的亲属已经搬家 纳塔利的双亲 则是在认定遗体的途中 遭遇车祸双双去世 纳塔利的剧本是鱼滑鞋了吧 大美则是身份造假 没有信息 只知道四人的出生地 分别以为高知北海道博德 这时监控画面突然出现抖动 原来是一只乌鸦特别调体 站在摄像头上 调戏快便当的高木老弟 没多久就到了晚上 佐藤送侦探队回家 侦探队变了 平时查个阿黑都夜不归宿 这次高木老弟命悬一线 你们居然按时回家 同样心大的还有佐藤警官 眼看都晚上了 他却并不担心高木会睡着 然后掉下来勒死 要知道这么走的人又不是没有 佐藤有理有据 空地中瞬间充满八卦的气息 没有人再关心高木老弟 今晚能不能熬过去 还指柯南心疼小弟 在一旁默默分析 他认为应该不是案件误判引起的复仇 否则其他事案人员也会被报复 佐藤表示同意 因为这三起自杀案 全都是在一大行殉职的第二天发生的 所以沉浸在被伤里的高木一直在神友 根本没怎么参与 柯南若有所思 认为还是应该从一大行的方向查起 与此同时 高木这边 随着夜幕的降临 他愣得发抖 心也凉了半截 但民流之境 他又想起一大行大哥的临终突破 于是瞬间抖擦了精神 决定绝不搗呆在这里 很快就到了第二天 只能队再次来到警时厅分享一个刚想到的消息 那就是老人交代升仙时用语奇怪 似乎把后天说成了明天后天 北海道 请问那三个自杀者里 有谁是和北海道有关系的? 柯南解释 只有北海道的方言 有这样的表达习惯 又听说自杀者中 纳塔利就是北海道出身 柯南认为 纳塔利应该就是一大行生前的女友 阅历上的date并不是约会的英文 而是一达的罗马英 那些记号 其实是指一大行去纳塔利家过夜的日子 不用惊讶 人家是任务书记 柯南认为 一年前一大行由于训职 没能按约定的日子出现 而不知情的纳塔利 以为自己被抛弃 所以才会自杀 而钢木老弟一年后才知道这件事 因此十分愧疚 想要去告知纳塔利的家人 其记事本里的大头天 就是纳塔利 然而 纳塔利的家属 却把钢木当成了一大行 以为这个复兴汉 抛弃了旧人 还好为死回来 于是施以报复 佐藤大吃一惊 因为纳塔利的双亲 一再前来领一体的路上 车祸去世 所以临走一体的 是纳塔利英语课外班上的一个老师 此人是纳塔利的同乡 和纳塔利情同妇女 贺南表示没错了 想必老人就是在收拾遗物时 看到了纳塔利给母亲的英文邮件 所以误以为 纳塔利是因为被抛弃而刺杀 消息传到警示厅 众人很快就找了老人的公寓 公寓意外的豪尽 而那个送生心的老人 果然坐在这里 看到佐藤来势汹汹 他不为所动 只咪了口红酒 说高木那是活该 佐藤大发雷霆 揪住其衣领 两句话道明来续 快告诉我高木 饿药 老人突然瞑目 原来他已经在红酒里下了毒 佐藤报告警示厅 他们仍未知道高木被绑之处 公寓的桌上放有炸弹 想必老人原本是要用炸弹 威胁警察 也抓他 诶那你这么快喝毒药 演戏也上头了吧 第二场 随着犯人的自杀 再次陷入瓶颈 木警官已经请求北海盗警方 调查了当地所有四楼以上的建筑 但是没有发现高木身影 而平板里也就排到过一只乌鸦 听眼 柯南立刻请求把乌鸦给他们看看 小学生的视角 或许能看到不一样的线索 警方很给面子 而柯南也立刻发现 这是一只寒鸦 但他还是拿出手机 象征性的骨骼一下 这时 高木这边又开始了自救 只见绑了两天的塔 依旧身形灵活 一个扭动 就把木板上的一块布给夹了下去 而随着布的掉落 木板下露出的一个东西 一让众人大吃一惊 板底下竟然固定着一个八个蛋 和公寓里的遥控货不同 这是一个定时的 而爆炸时间 警方猜测 可能是18个小时后的纳塔利的今日 这时光高木老弟的生命啊 怎么是用猜的 这不是告诉我们 犯人的门槛也是越来越高的 一个平平无奇的英语老师 又是搞通信技术 又是该平板 还要射击炸弹 这时 今夜发现 炸弹上的胶带快要脱落了 且高木也意识到了这点 正当众人以为 他要把炸弹彻底串下去时 高木却又用灵活的腿子 把八个蛋夹到了木板上 和他一起躺 众人十分不解 开始柯南了解小弟 他表示 这是高木老弟不想炸到下面的人啊 不难猜测 他的下面有弄人的声音 没错 他得远照自己 也要确保民众的安全 不愧是继承了 松田正平身后灵的男人 和炸弹就是有缘 不过不得不说 松田正平的操作可就帅多了 高木老弟略显狼狈 徒友灵活 此刻北海道的街道上 路人们像平常一样聊着天 却不知有一位东京的警官 在为他们的安危复旦前行 高木听到了路人的谈话 其中最强的字眼 又让他想到了大哥伊达行 轻易回到一年前 高木正满脸欣欣眼 赞叹他的大哥不仅工作称职 在锦校时的成绩 听说也是最好的 但伊达行十分谦虚 说他的文化和体力都是第二 有一个人 他怎么都超不过呢 伊达行还是不够谦虚 要是在论颜值 五人组里他还得排倒数 不过没关系 女朋友好看就行 然而那个同届的特等生 毕业后就失去了联系 伊达行也不知道他在干啥 大家应该都知道是谁了 原来请校五人组里 高木迷命之中 已经借出了四个 不愧是高木老弟 这时 柯南的谷歌有了结果 原来 寒鸭是一种生活在欧洲的乌鸦 历史上只有两次迷失到日本的记录 都是在北海道 这次看高木老弟的面子 又来了一次 所以你猜那是什么地方 没错 柯南再次确定 高木老弟就在北海道 然而木警官还是将信将疑 这时 一道圣光从高木身后的天空 倾泻而下 难道是奥特曼都看不下去了吗 柯南解释 这是日昼现象 是日出或者日落时 空气中的冰晶体 反射太阳光线后呈现出的 一般在零下20度才会出现 这进一步说明 高木老弟就在北海道啊 你永远不知道 高木老弟被绑一次 能带来多少冷知识 情况愈加严峻 管理官郑重下命令 再彻查一次北海道四楼以上的建筑 无他 要是不信我们老柯 管理官脸上的疤都会隐隐作痛 况且高木现在也挺冷的 木警官和佐藤作为代表 乘直升机前往北海道 柯南和震撼队则被送回家 原来又天黑了 高木真是不容易啊 路上柯南又开始分析 再次回想高木的举动 他大吃一惊 又看了下官爷老弟的手机 他有了猜想 但他没有说 很快就到了第三天早上 北海道的搜查依然没有进展 高木老弟真是惨啊 要怪就怪倒计时射得太长 这时可能是嫌高木老弟还不够冷 天上突然下起了雪 一时间 北海道的天空和高木老弟的直播画面 都飘起了二月飞雪 冤是不冤就是冷 这时柯南带着技术组前来支援 原来经过一晚上的视频分析 他和会员博士皆确定 范然使用了诡计 请看这个视频 只见记录视频里 摄像头震动的瞬间 板子下也露出了一个小钩子 定睛一看 竟然是高木老弟的警官政 可是 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种地方呢 就像悬浮在空中一样 可难解释 是镜子 原来 犯人在高木身下放了一面大镜子 让一个两层楼看起来就像四层 以误导警方 他特地用狠正的视角拍摄 以掩盖木板的倒影 而为了不让雪花掉在上面暴露 他在镜子里布置了电热线 电热线通电后产生热量 就能让雪花迅速蒸发 所以大家都没有看出来 真是不嫌麻烦的犯人 还搞了个地暖 而也正是因为这个地暖 高木到现在都没能冻死 柯南洋洋得意 全然不顾一小时前 警察小哥的一句提醒 可能这就是我们柯南老大喜欢高木的原因 不管装逼多久 不管歹徒多么穷凶极恶 高木都能忍之不死 还是管理官拎得进 立刻下令盖搜二层建筑 众人再次搜索 而高木这边 自强不息的他 已经成功的把嘴上的胶带也撕下来了 就差直接呼救了 高木决定先喘口气 这时屏幕中的天空里出现了一排风筝 原来日本人兴趣斐然 这么恶劣的天气 竟然在办风筝大会 白鸟立刻鼓搁 发现北海道真的在举行风筝大会 但是地点有三个 你们这是非要把高木最后一口气也熬过去啊 放心高木老弟 这波要是饮酒失利 绝对不会有人怪你 管理官看不下去了 标识爆炸可是只剩五分钟了 高木也彻底寒心 决定还是自己争取 是超超挺 还是柯南总小弟 表示这三个地点里 要用这种口心读的 只有超超挺 我可有心了 这次终于先报了答案 管理官立刻放任务 队伍科的指示 阴庭寄从 很快 这种人终于找到了高木老弟 可惜随着直升机的边境 高木也被吹得摇摇一坠 木警官又没了辙 放心 以高木老弟的意志里 掉一会儿应该也没有问题 可两片板栏杆就可以上班了 轻撞 左腾突然眼神凌利 交代木警官立刻疏散群众 就跳下了直升机 而高木可能是真的寒心了 看到左腾警官 居然还以为是在做梦 理解 要是你柯南老大从空中露出内裤 从天而降来救你 现实感会比较浓郁 左腾落在雪上 便立刻叹息 听了个醒后 一枪打爆绳子 然后就在最后几秒 用羽绒服罩住高木 跳下了板子 只听一声爆炸 左腾高木掉在地暖上 确认存活 紧实听的同事们 只看到屏幕一片混沌 接着就露出了更让他们冲动的直播 不要想多 高木被绑了两天 不得补充点水分 与此同时 犯人的调查也有了结果 原来他已经癌症吻心 难怪搞这么大阵仗 表面报复高木 实际上是为了殉境 最后 左腾和高木来到一大行的墓地 送上因为养伤 而迟到了一个月的悼念 高木还在为没有及时告知纳塔利 及其家属一大行的死讯 而感到自责 觉得是自己造成了悲剧 但左腾表示 其实一大行殉职的那天 并往外来了一个混血女孩 她沉默的战了很久 想必那就是纳塔利 其实她正是知道了一大行的死讯 才自杀的 高木也明白了 一大行最后的嘱托 原来是指她在第二天 有一个去见女友父母的约定 想着已经来到墓地前 俩人突然发现 一大行的悲剑 不知何时被人放了一根牙签 看来已经有个人提前来看过她了 而且还非常的了解她 因为牙签是一大行父子 一脉详传的标志 二人好奇地揣摩神秘人的身份 不知这一切 正被躲在一旁的暗示偷看在眼里 见状 她掏出手机 将一封一大行的邮件 默默伸去 就如同她本人 已经在这条正义的战线上 永远的退出 一言一辟直 就是明示偷子是警察了 这期说到这了 再见